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過你就煩了 大家一起煩好不好 今天我來到安順院 在韓江山莊這處 美羅路這處 我們今天來到 昨天我在紐屋 黃山 今天就是納碑 看到嗎? 整家人很大班的家族 因為最重要是納碑 我經常都教大家 和大家分享 納碑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很搞笑 你知道嗎? 師傅說 師傅說你要拿羅庚去讀一讀 這樣那個碑要怎麼納碑 我說我就是羅庚 一眼就觀七 一眼就定七色 所以要你用眼看 你去到什麼層次就知道了 羅庚的東西未必準 未必不準 但是我們做這個陰窄風水 納碑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上次我和大家分享過 碑又站身 又斜身 你明白嗎? 你斜得多少度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碑納下去一輩子 你都希望人家子孫 富貴榮華 純風純水 被人家子孫找到吃 人家找到吃 即是華仔我幫你看 你找到吃 即是我找到吃 我幫你做到你找不到吃 我做人都沒有意思 我做什麼都沒有意思 你說是不是 最重要這件事就是 當是自己的祖先來看 所以我每一分 每一條線 我都很小心 然後裡面的姐姐就笑我 嘩!師傅你眼做了手術 你看的東西都這麼準 因為她有一個調陀的 因為她調陀 一陀下去一照 她說 嘩!很準啊師傅 你給的呈勸 我都說是 我要這樣 這樣的準度 所以她用那個調鐘來講 一調陀 一放下去那條線 她就看到 食碑就準準了 加上呢 我們在討論 好像一些源頭 這些東西 這些書卷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祝孫鏗 這些東西 出水位 還有這裡 你看看 金銅玉鋁都很講究 所以你們要記得 有些人可以用金銅玉鋁 有些人不可以用金銅玉鋁 嘩! 富貴永華 所以這些牌面 全部經過是計算的 還有土地 都是經過計算的 而不是立連去 即是華齋 去安的 你明白嗎? 所以說 你們做子孫的 你們要記得 因為做子孫 你們如果是做生分 幫祖先做立碑 或者是整個生分 重新起過 或者是說 新的立上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立得好 做事什麼都順利 子孫 立得不好 做什麼都是卡 所以我們做人的事 一定做得很好給別人 所以說這些全部 它的龜殼 有多高 種什麼草 全部都有講究 出水口 全部都有講究 還有椅子位 靠背那種椅子 有多少寸 多少尺 全部我們都要跟師傅商量 給一個尺寸 因為要配合主家的 五方 還有五行 全部要配合 因為主家太大家庭的人 所以我想子子孫孫的塞 我們都要計算下去 我們要計五六代以後的東西 你們不要只是計這一代 你們只是計這一代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了 這樣下來 我稍後會去怡保 怡保 然後我會去檳城 檳城想問事的朋友 想看風水的朋友 以及想看山尼的朋友 陰雜風水 到時你聯絡劉小姐 好嗎 今天不說了 到時我們有什麼再談 拜拜 好 浪費 夠力了